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头 今天是圆约4号 在昨天,准确说在1月2号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 把他在推特上的账号,官方账号 换成了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颜色跟图标 图标本身并没有换 那是他原来的图标 他全都换成黑白的 然后里面第一个推文 还上了一个黑的女人 女人穿个白汉衫 然后说我们新年新的开始 1月4号 没搞明白 新年是1月1号 新年哪有1月4号 黑白色 黑白色那是在美国大选投票前 由奥巴马带领的 在他我们看到的克林顿 希拉里 索罗斯 大家公认的一些 极左派的头面人物 通常人们说 深层政府的头面人物 都把他们的推特改成黑白上 在从希拉里 克林顿 跟比尔克林顿的 推特上 他们改了一部分 但是呢 他们的背景图标 背景的环境 用的都是非洲 用了黑人 那他们 在我眼睛里看到 他们把奥巴马当成神 他们把奥巴马当成神 那是一种效忠的标志 这是公开效忠的标志 CIA在过去的时间里 在奥巴马期间 基本上成为了他的工具 大家也都承认 CIA在过程中 在今天我们看到的 美国社会作为政府 以犯罪的形式出现 CIA首当其冲 用了纳瓦罗一句话 他们用了法律的手段 达到非法的目的 那包括法院本身 所以美国社会的整体沦陷 是这一茬文明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 不可救药的标志 不可救药的标志 那不可救药标志是指说 法律是给予人的 人是有着道德的 原因是被神造的 当具体的人 权力的人 在这个环境当中 大批的人 却以背离的方式 以自己是猴变的方式 就像现在演的电影 女超人 女超人里面演的 那个女人 叫做什么 人类学者 人类学者 他最后 所期待自己 期待成为什么人呢 成为食物链当中的 最顶级的食肉动物 这是他的台词啊 在这个影片中 融入了进化论的东西 痛斥着今天的人 就是动物 当人自己定格为动物的时候 那自然遭到神的力量大清洗 所以美国大选就成为了一种 在我眼睛里成为了一种大审判 那大疫情将是大审判结束之后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对人类的大清洗的手段 清洗掉那些不是人的东西 纽约邮报 登了一篇诺查丹玛斯的文章 他引述了诺查丹玛斯的两个诗 他原文是拉丁文了 那咱更不会了 所以他用的是英文 很少有年轻人 然后下面他说了一个半生半死 他就几个字半生半死 然后现代人就把它解释成僵尸 说这他肯定说的是僵尸 我们当时我个人也并没有 我个人只是感触的2021呢 是很不好的 那昨天晚上去买东西突然意识到 就突然他脑子里出来 他指的那个很少有年轻人 是指没有生只有死 生死的概念 年轻他用的是年轻嘛 没年轻人不就是死吗 不就是段子绝孙吗 因为他不是真的讲一个年轻人 说你们家孩子七岁 不是的 他那东西没有预言的 他一定在某些特特殊的背景之下 他现在就讲没有年轻人 没有生命 但有 因为他他不是全都没有 对吧 他用了一个英文词就是很少 下面说了半生半死 他真的就是一半生一半死 后来当人们说僵尸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是对了 很多人不是人了 人的肉身是人 这是生 魂魄是妖精鬼怪兽 就是我常说我们常说的 你看看芝加哥的市长 他一定是妖精 你看看Facebook的老板 我的话那是非洲的驴 很典型 你看看芝加哥市长 你你只要打进去 芝加哥市长 半年前什么样 半年后什么样 你自己都知道 你看看Facebook的老板 半年前什么样 半年后现在什么样 你看那个那个脸 他真这么长 比东国还长 他自己长的脸 没有谁埋态他 所以 现在是这个人 当时这个人说 我以为那是诺查丹马斯 讲的真正的故事 那在洋人圈里面 那他是一欧洲人类 在洋人圈里面 僵尸 大家是共知的一种常识 他当成了一种文化 在他无意中的判断 却坦白出今天人的环境中的生命真实 而这样的现象 在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所有 有关圣经的最后启示录的说法 都是这么话 妖精 鬼 怪兽 人 是在一起的 才出现大审判 终归 这个人带着人的身体 所以美国的审 美国的事情 是让每一个人 你能否还守住自己 人的善念 守住了人的善念 就守住了 神造人时的 一个生命的基础 而美国大选 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1月6号 在我眼睛里 1月6号之后 川普除了动军队 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 这是1月2号 这个人叫Dan 是川普身边 待了最久的一个人 如果你追查 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川普做生意的时候 Dan就是他身边的助手 主要帮忙管理 川普生意当中的 高尔夫球场 川普有很多高尔夫球场 世界各地都有 所以他的责任 所以他的责任是那么个责任 他等于是从他的生意圈里面 带到他身边 所以大家公认 这是他的Dan的想法 是传递着川普的想法 1月2号 他推了三张图 这是我们看到第一张图 这是Dan自己的特点 在白宫面对的华盛顿纪念碑 他隐喻美国重建 但他用的黑白色 美国衰败了 美国衰败了 美国已经成为了历史 曾经的美国成为了历史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那怎么办 1月6号到华盛顿DC 这是川普号召的 那1月6号在美国国会 由彭斯主持 是美国联邦的议会 共同认证各州的选举结果 在法律的角度来讲 这是真正的法律 法律来自于1887年 在来确认 在联邦议会的角度 去确认新的总统的产生 1月3号中午 美国参众两院 新产生的议员 都已经宣誓就职 那这一次新产生的议员 有很多 是透过欺诈的手法上来 他无力解决 面对欺诈 接受现实 川普只能顾自己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在我眼睛里 这也就是能够看到的 用所谓的正常的手法 最后一搏 有人说300万 也有人说700万 如果你在推特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国人 从美国的各地 包括从美国的西海岸南部 开车 再奔向华盛顿DC 1月6号 那华盛顿会是个大事 也就是说在国会里面 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 会反对拜登 质疑他的选举结果 那彭斯将成为 整个事件的中心 而在国会山庄外面 100万 200万 300万 可能有更多的人 会包围国会 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 那而来支持的人 来的人 100万 200万 300万 全是川普的支持者 这是肯定的 而华盛顿DC的市长 是极左派的人 是坚决反对川普 所以我们只能说命运了 我个人只能说命运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